姐 你是没看见 姐夫太一剑飞出 直接就将那个如山一般高壮的男子放倒 鲜血直喷出一丈多远 旁边那些前来闹尸的学子 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实在是大快人心 她这几天在国子剑被人为难了好几回 虽然都被她化解了 但是在听说那些学子要去记酒大人那里请愿 将她赶出国子剑时 她心里也是紧张的 她原本以为 今天她要狠狠地撕上一回 才可能解得了这一次的危险 没料到 玉锦修一句话没说 只用一剑就将这事给解决了 宁温叔之前有看玉锦修多不顺眼 现在就有多佩服她 在玉锦修拔剑的那一刻 宁温叔就已经成了玉锦修的小迷地 宁妙微觉得 宁温叔真浮夸 谁的血那么厉害 能剑出一丈多远 吹牛皮不打草稿 只是今天玉锦修终究是帮了宁温叔 这个情她是领的 你一直在夸王爷那一剑是如何的洒脱利落 你是不是又想要气温从武呢 宁温叔略犹豫了一下 然后摇头 那倒没有 我学过武 知道光是要达到她拔阵的那种气势 就得练上好几年 练武太累了 我又没那个天分 还是算了吧 宁温微毫不客气地 给了她一记鄙视的目光 宁温叔又拉着她的手 姐 我和您志愿打赌了 明年要下场跟她一起参加秋威 比比看谁更厉害 所以在那之前 我得先拿到秀才的公民 我这几天抱着书猛看 发现书上的字认得我 我却不认得她 宁温微想 这个蠢货真的是够了 自己有什么能耐心里没数吗 就这德行 居然还敢去跟宁志愿打那样的赌 这是嫌自己还不够丢人现眼吗 宁温叔见她脸色不好 便闲着一脸笑意 我知道姐夫的书念得好 姐 你要不帮我问问姐夫 有没有什么学习的妙招 她自己看了几天书 发现底子实在是太差了 这样看书 就跟眉头苍蝇一样 根本就不可能有大的进展 而书院里的同窗 是指望不上了 他们不笑话她 就已经是对她最大的仁慈 书院的夫子也没指望 她要是敢拿那些粗浅的问题 去问夫子 估计会被夫子一板砖拍死 她更没胆子告诉宁温微 她进了国子舰后 发现她哪怕在等级最低的钉子班 她也听不懂 宁温微在回忆里翻了翻她学习的水准 当下冷冷一笑 哼 要不给你偷一套现实的考卷 你直接背下来 这个主意好 她的话音还没落 后脑勺就挨了宁淼薇一巴掌 好个屁 你要是敢作弊 咱们的继母就敢让人锻炼你科考的机会 让你一辈子成为废物 宁温叔摸着后脑勺不敢吭声 因为她知道宁淼薇说的是事实 她有些沮丧 心里无比后悔要和宁致远打赌的事 本来她还能再浪两年 现在是一点浪的机会都没有了 宁淼薇也发愁 她可没胆子再去求玉锦修帮忙 怕她一怒之下 一剑把她给砍了 而圆主本身捣蛋的本事一流 却完全不知道京城有什么人适合做老师 她就算是想为宁温叔去请人 也找不到门路啊 正在姐弟二人为这事发愁的时候 玉锦修拎着一套书走了进来 她进来后 直接将那套书扔给了宁温叔 十天之内 除了背下第一本书的内容外 再把里面的注释全部备毁 那一叠书足有十余本 用一根麻绳细帐 宁温叔能看到最上面的那本写着中庸 知道这是考试的必考科目 她忙将麻绳解胎 翻了翻 发现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注释 那些注释不但极为详尽 没有一丝错漏 字也写得极好 竟比之前威远侯府里面 请来的夫子讲得好多了 宁温叔的眼里满是喜悦 这书哪来的 玉锦修敲了敲桌 宁温为立即会议 忙亲自给她泡茶 茶泡好后 她小小的抿了一口 只有茶没有点心 似乎差了点东西 我现在就去给王爷做点心 玉锦修不至可否 但是嘴角却是不受控制的微微上弯 等宁温为去做点心后 玉锦修才不紧不慢地道 这一套书是本王之前用过的书 上面的注释也是本王亲笔写下 我先去给王爷做了好的 就是王爷大利 看我去给王爷大利